哈喽,大家好,我是单人模拟的巧克力 现在呢,我是位处于梦县的铁蝶鸡镇松平沟这边 看我身后的环境,是不是超级美的 但是你们可知道我刚刚经历了一段什么吗 这呢,是本地的老乡,孙叔 然后我刚刚载着孙叔 然后骑着我的摩托车 骑行了一段超级超级烂的山路 从这个 这一段路看的都还好一点 下面的路特别窄,然后全是没有富兰的 我的心脏都一直在蹦蹦跳 对于一个新手小白来说,我站了一个人 我还这样奋力爬到了山上,全程挂了一档 我担心我等于会下山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刚刚到这里的时候呢,然后我本来是想停一下车,结果车倒了 把叔叔从车上摔下来了 叔叔敢坐,我敢骑 你不怕,不怕我 你不怕我 你不怕我 你不怕我,你还是那么大的东西的 然后叔叔全程还一直夸我技术好 其实我心里面已经吓得要死了 我们现在是还要顺着这条路,然后上山 叔叔他是要带我去 他们以前他母亲住的地方一个老房子 就是他们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灾难 想上去看一下 启动的时候又摔车了 撞不过来 然后我的镜子又碎掉了 在这下面就是老房子 但是摩托车去不了 然后我摔了两次车过后 叔叔开始害怕了 刚开始还一直夸我技术好着 这里呢还要走一段路 但是好不容易才骑上了这山顶 如果说又不去看的话 感觉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还是随着 坚持到地 对 坚持 明确目标 我们来就是去看那个房子的 这里便是叔叔的老家 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老屋 以前经历过火灾 土匪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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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叔叔他们是一家通过那个洞 逃生了 不然就全部都会被土匪 嗯 烧死了 烧死在里面 现在回来看到有什么感想没有 哎呦 心疼 心疼 筒子 心疼 这么大一个房间 然后 以前叔叔他们一家六口 全部居住在 这一个地方 就这么大的平方 还有加上吃的 所有东西 土墙 那这不是要透风吗 这要透风吗 这个是放什么的呀 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不跟你说 那个是咕咚 咕咚 咕咚 那就没得了 哈哈 我现在下去了 然后心里有点虚 不敢带着叔叔了 然后叔叔从小路这边下去 我就自己骑车慢慢的又下去 干嘛 我们快要走的时候 然后遇到了这个老乡 牵着马 从那边过来 然后他捡了好多羊肚菌 羊肚菌 好漂亮 我带着你 你看吧 这个就是羊肚菌 好漂亮 真正野生的 我们就你看 又遇到一位老乡 这生在山上 然后没有发现是吧 没发现 我眼神其实就不 晚上一不熟 晚上一不熟 晚上一不熟就吵放起来 好可怜啊 你要问我为什么上来吧 可能就是出于好奇吧 想看一下叔叔口里所说的 以前的那些生活是什么样的 好吧 上来见识了一下 故事呢 听过了 以后 大家还是 好奇心不要太多 听故事就好 然后 对于这些路程呢 也说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吧 体验一次 也挺好的 好了 希望我能安全下山 女司机终究是女司机 还好 这边的路主要是我怕走太边了 然后就给摔下去了 没有富兰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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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也不要了 拜拜了 好 好 好 哎呀 我的景片 好 现在找到叔叔了 我已经打了三个电话 我电话放在包里的 然后叔叔以为我在山上出了什么事 我刚刚是从那个山山下来的 到了好大一圈 好吧 安全下山就好了 好吧 好 好